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着四周围这么美的风景 真是令人心情都很漂亮 这样的情景很符合汉朝一首叫做江南的《岳虎诗》 里面描述的内容有没有人读过呢 5G呀 話說到了夏天和秋天交接的時候 正正是江南適合採煉的時候 那時候,大家就會聚集買 一邊採煉,一邊開心唱歌 這個時候的江南,到處都有清澈的湖窄 湖裡生滿了綠油油的蓮葉 還有粉嫩嫩的河花,還有漲漲漲的蓮蓬天 在遠帶和陌密的蓮葉下面 還有歡樂的魚群在游來游去 牠們一時游去蓮葉的東邊 一時又游去西邊 一時又游去南邊 一時又游去北邊 哇 游去,游去 哦,到暈了 哦,你們快點來看看 哇,這裡有很多魚啊 啊,什麼來的 不用怕,等我來 波波,做得好啊 各位同學,我們再找一下周圍 還有沒有垃圾要清理 一起保護蓮花池 不要令牠受到污染 留住這片江南美景啦 好 這首詩歌寫出了江南的美麗風光 和彩蓮人歡樂 葉鬧工作景象 就連魚仔都是在蓮葉間 稀稀游來游去 整首詩雖然簡單 但是充滿了活力 令人讀完就好像真的 來了江南這個地方 江南日齡 江南可彩蓮 蓮葉賀田田 魚氣蓮葉間 魚氣蓮葉東 魚氣蓮葉西 魚氣蓮葉南 魚氣蓮葉北 我不明白啊,伯伯 你受江南這麼多生字和新詞 例如江南 河 田田 到底是什麼意思啊 嗯,幸好我們有古字翻譯器 讓我們一起解讀一下 不明白的生字和新詞吧 江南 泛指長江而南的地方 田田解作圓圓的蓮葉 一片一片疊在一起 好像一個田字一樣 其實是用來形容壁錄的蓮葉 浮在水面生長某種情況 何相當於多麼如此的意思 而在文言文裡面 都有解作什麼的意思 例如有何困難 即是有什麼困難 好,今天我們先學著這麼多 下次再學其他文言文的知識吧 容縫 今年 頂一塊 分別 消息 成功